由市府第二官方議員辦公社所主辦的金牌 外議壓前進郭都外黨 第一天後 為外議替代雅南 是建立大灣高中 生化高中 後面高中 和學生來分享他們留學和學生經濟的方法 在第二天上午是正午生涯高中 會不會來到新興高中 下面新聞就帶觀眾朋友來看 這段外議替代雅南 和高中生面對面的活動的過程 一樣大小的一條北爪 就要三個以後 跳到其中一個角 靠靈動作都是一樣 但是高生裡面 學生所天空的北爪 算是形狀優秀的差別 建範的外議壓前進郭都外黨的第二天 接著由來自將國各地的外議替代雅南 來到新興高中 修正就跟大家下午三個準備合身 用優秀來團帶一個生活 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理 千萬不能怕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需收到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 只要拿出問題 也要拿出回答 不可以到達優秀的優秀電視協辦提供的禮品 學生勇敢不發表他們的看法 因為這就演講 讓他們收起溫溫 因為我還不確定自己想要什麼 所以我希望說 我希望等大學四年 給我一點時間去探索 我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然後我再去做去看看我想看的東西 這樣才不會去出國盲目的去看一些 就是去學一些我現在並不是我想要學的東西 不但是學生聽到專心 大學學老師也在台下聽到非常認真 畢竟已經夠由另外的傳統計畫背景來看 替代雅南的人生經驗 也是他們比較難得接觸的領域 這一次的外語的替代役 他們是他們的生活的經驗 是實際發生在他們的生活之中 那這些是很貼近 再加上年齡上跟我們學生還蠻貼近的 所以學生他會比較有興趣 聽到替代雅南說出他們的人生故事 雖然台東所有的學生可能對未來 又是充滿不確定感 但是多了解別人的經驗 多了解別人的經驗 多了解別人混淌努力的過程 相信為這人學生 人生路途的一粒經濟 做了一條紅牌的營養 既然按照我們這幾年採訪報道